卸载重装可绕过青少年模式时常限制 抖音正改进中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抖音防晨迷系统存在漏洞 处于青少年模式的用户 使用抖音40分钟后 可以通过卸载重装APP的方法 绕过时间限制 再打开青少年模式 收看40分钟本视频后 系统弹出了黄晨明提示 必须输入监护人密码才能继续观看 记者卸载了抖音APP 抖音相关负责人 对澎湃新闻记者回应称 抖音官方近日推出了为期一个月的健康 用手机DOU来找8个征集活动 表示如果用户发现有哪些方式 可以绕过功能设定的限制 有什么设计不足让您使用起来麻烦重重 有什么您希望的功能还没推出 都欢迎填写调查问卷 抖音14岁以下10名用户 进入青少年模式功能调研 或者发送邮件到 F-E-E-B-A-C-K-A-T-O-U-Y-I-N.C-O-N 以及通过抖音官方的头条号 微博微信渠道留言告诉我们